2025年12月23日 就現隆到國家檔案的中心 就去拿到他自己 當年比季孔伴論的相關檔案 也有約他老師雷朱雄 當年比了政府的立記到相批 一堂風天將軍那十五年的記憶 他的頭未開的美團總算是明朗了 首先要那個 真的他們都很 這些年輕的朋友真的很親切 對我們這些以前受過難的 政治受難者都很親切 很好 這個是 他就對那個抓扣 這樣可以了嗎 沒有錯 那個1950就是我被抓 是12月他3月沒有錯 所以這可能是在獄中寫的嗎 不是 之前寫的 他還沒有被捕的時候寫的 對 周賢隆你是參加什麼 社會主義經驗大動物之類的 那時候我說 老師不應該把這種事情 這麼秘密的事情 寫在日記 讓人家先兵 你又知道先兵開始在 在注意你的那個日常起居生活 那你為什麼要留著這個 當作一個政務 我今天去 邀請來參加我的主席 這個都寫下來就不對了 我是這樣不對 你作為一個 怎麼講 一個地下組織的人 不應該這樣做 我是這樣認為 有些農 1933年出世的新店 什麼安泰商業銀行 那一代大概十幾間都是我們周家的 周家的人住的 我的主婦 我的二叔公 我的三叔公 就是我的主婦的三個兄弟 就是這一排 除了這幾間不是以外 那邊過去都是我爺爺 我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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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出生昭和八年 我這樣比較好 我昭和八年 可能現在 是不是跟現在的那個名人天皇 同一年 1933 民國是22年 我是排行 就是我就是獨生子 其實我下面有一個弟弟 他一歲就要摺 他就叫賢潤 大潤化的潤 周賢潤 我的下面就是一個妹妹 所以我要等於獨生子 所以小時候當然父母就很疼愛 我的曾祖父這邊是怎麼講 是比較大地主 但是我的媽媽這邊 鄭家 我鄭成功的鄭 另外他是文家的 也叫文 那光復後 教我三字經的是我的外祖父 因為他很有學問 我就到這邊來 跟著我媽媽來 然後在這邊 有時候就在那邊過夜 唸那個三字經經紀初 全本線 全雄軍 十雄萬 這些事情 是我的外祖父教我的 福西託士 我爸爸自己開了 兩台車 一台那兩台 車子 車子就輸了 車子就輸了 那裡人家 那時候不知道 靠電話來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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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載好 當然不是跳票 不可能啦 所以每天我爸爸 就載我到幼子園 我新竹幼子園 去上課 就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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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的工業 學校 但是他們老伯 希望他到一半中學 有時候 上課新竹市立中學 所以這個過程 又是說起來 跟我的人生有關係 如果新竹工業 我一直念下去 就不會 在新竹市立中學 去認識這個 曾經是共產黨的 那個李子中老師 因為新竹工業 我說 讀得沒興趣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些人都 讀過五天科 我只讀修學六年 大家讀過五天科 比較多 所以他們聽到 老師說我聽到沒有 剛才新竹市立中學 在招考 第一屆的 我新生招考 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 一向就希望我當醫生 新竹工業 就不可能當醫生 我就說 來來來 趕快去考 我就考上了 聽診器 也買聽診器 還有一些藥罐 還有那個要裝藥的 那個櫥子 都買了 我還在中學的時候 你看他這麼在意這個 說希望我這個獨生子 將來能夠當醫生 在新竹市立中學 他突然改變於一生的老師 李子松老師 我的班導師 教國文 開始教主給我看 之類的 來處理 接受 等於一些左傾的思想 從那邊啟蒙的 矮矮的 眼睛大大的 然後他上課的 絕對是跟一般的老師不一樣 他除了課文以外 他也會講課外的事情 特別 也許他是有心 想要教育 也許也有這個關係 包括時事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 初中 二年三年的時候 叫我們 介紹我們蘇聯建文路 蘇聯建文路 就是矛盾寫的 也是左傾作家 就叫我們看那些書 去接觸那個 蘇聯的 那個時候蘇聯是蠻 嘟嘟阿滴 革命的那個很旺的時期 叫我們看這些書 出來 國文的 當然 作文還是會有 主要介紹我們去 也是去買那個左傾的書籍 所以有很多啊 巴金的啦 魯勳的啦 矛盾的啦 老舍的啦 嗯 郭墨肉的啦 你看我都可以背得出來 這些印象就有了 他不是那種 怎麼講這樣 就這樣講那些虛的不是 他很實際 我還記得他寫 不曉得什麼事情 要不曉得批評政府的什麼事情 忘記了 拿出良心來 寫幾個字在黑板上 用阿姨是很漂亮 一叫的時候 很多都會插 巫術的語 沒有很實版的教科文教 所以 他寫字寫得很漂亮 所以我 我好多字都是 只要寫 寫在黑板 我寫在邊條 這樣練習 我的字寫得還不錯 就是從他那邊寫過來 很多那個 像那個廣告型的那個文字 李老師寫 他後來寫得非常像 媽媽給我的 或者爸爸給我的零用金 我生起來 我把省下來的錢 拿去買書 家春秋 八斤 還有魯迅 狂人日記 阿Q正傳 納涵 這些都由講話 平中書叫 這個名字寫給我們的 你們要買這個書 可以到那邊去買 我以前心得 書叫沒多少 對啊 這棟北門街 78號 這棟房子 是我以前 新竹女中 同學的老家 以前 聽說是 租給傅偉亮 開那個 新中書局 是一樓 都沒有 當時我同學 就要我們 到他家去玩 所以我現在 才想起 就是新中書局 這樣 變成商店了 以前是書局 老闆 傅偉亮先生 被槍斃了 後來 有同案 睡在我旁邊 傅偉亮 這個地方 就是新竹的 中山路 165號 我被捕的時候 1950年 十六月號 之前我一直住在這裡 當時的門號 是165號 現在的門號 是中山路 147號 就是那個花店 就是頂好花式 大盤商 這個花店 我就在這一間 那個家的二樓 我的李子松老師 來跟我 邀我參加 他的社會主義 青年大同盟 青年大同盟 就在這個二樓 這一棟房子 的二樓 現在是花店 當時是這樣 那他的建築 感覺是隔壁 隔壁的那個 左邊那邊的那個味道 就是當時的味道 那個建築味道 因為我五間 都讓人很重 所以我有一次 就一樣在那個二樓 裡面的一個房間 裡面的一個房間 我自己在那裡想說 我自己在那裡 每天都為了功課 為了第一名 那時候初中 一年二年三年 我幾乎 不要說每年都第一名 還有第二名第三名 還有競爭 有時候我平台裡面 在那裡 我說這個日子 真的過有什麼意思嗎 自己這樣想 那種想法 會不會跟這個 有一個轉變 來我參加另外一個組織 一個新的人生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也許是這個 讓我社會主義青年 青年大同盟 聽聽聽 因為老師也是一直在接觸 我也在接觸 這個左親的事情 我也有很多 很多是同感 就這樣就OK 當然忘記他有 那個一個同盟的一個 像說我 像張城 沒有 這我就沒有了 沒有這款的 像說我自己去 青條條條條條 宣誓說 要忠於這個組織 比如說 不要再違背 什麼 唸好了 唸 唸好了 唸好了 好 然後我就去燒掉 所以沒有什麼 很深入的一個了解 就這樣 當然社會主義很好 社會主義 沒有到共產主義 所以我們叫做外圍組織 那個時候是外圍組織 每一個要交哪個很少 交哪個會員錢 我怎麼不記得 沒有我沒有 完全沒有 你喔 他還叫你去 不要說名 不要說名 因為如果他答應的話 我今天沒有在這裡 一定這樣子 對 因為我跟那個 剛剛講那個 一起在保護 要不要加入 沒有興趣 初中二年級 就現狼統計 生理身體中學 插班科齊 後來因為 市立身體中學學長 放選 立武專學 幾年 他一轉後 第一名 成績比獻 並且 哭到 生理身體中學 古中部 新竹中學 在我的心目中 在比較成績好的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頂尖的 說後來要去台校 那間最好 市立中 我剛才開始 第一次 我還不知道 那個業績 學校的那個 學校的那個 不知道 怎麼成立中學 還剛才 我的一個朋友 叫許榮健 他也是網生的 他也是李子松老師的 等於德藝門生 許榮健 欸 憲龍 要不要 他已經 他先去了 他已經 他已經在那邊唸了 說我們二年級 要招考 轉學生 我在天學生 轉學生要不要 試試看 好啊 去看 哭到 新竹市立中學校長 張洞來 不要走 我爸爸去拜託 還有一些 政府的人去看 不 意思是我生日這樣好嗎 如果走去 我怕 大家 骨牌效應 說 後來 生理中 如果再去教科 大家會去 所以也許是這樣 不讓我走 如果讓我走的話 是不是也 今天 我不曉得 會不會跟李老師 李老師 我初三 要到省立中學 念高中 他不讓我走 意思是說 叫我到操場 我還記得操場的那個位置 周全龍不要去 你就留下來 念那個 我們第一屆的高中部 今年已經設立高中部 你就不要到什麼省立 去念高中部 我們好好在這邊 來發展組織吧 這樣 叫我這樣 我說 老師讓我去吧 讓我達成這個 從小就這樣 我的心願吧 我的父母親也讓我去 難得我考上了 讓我去吧 這樣 我們還可以保持聯絡 我跟他說 我有講幾句 我雖然到那個省立新竹高中 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聯繫 我要怎麼跟他說 但是後來 越來越遠 有怎麼知道 人家那個特務 跟蹤的更嚴重 就沒有跟我們往來 沒有了 那老來 又更糟糕 不要說糟糕 也許會更嚴重 也許會積極地做一些事情 也許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從小學生立新竹中學高梨的時候 他聽到風聲 勒煮熊老師 跟整個市立新竹中學的東學 讓董教抓去 那個時候當然心裡 好像有知道說 老師什麼被抓 大概有這個風聲 他是沒有想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照樣去上課 也沒有想要去逃跑 我應該 如果現在早知道 也許走到高雄台中去米 也不一定 也許 照樣去上課 上課 第一堂吧 上那個幾何課 好像幾何課 從二樓 在二樓 這個課堂有一個叫周賢隆的 我現在想說 來了 你跟我下來 就叫我到樓上 樓下辦公室 那個老式的房間去 那個時候有一個便衣的 憲兵 就在那邊等 來來來 你周賢隆 那個是吉普車的 小吉普車 睡大了 我已經在門口 搶到門口 我就帶我去 新竹憲兵隊 就這樣 很簡單 我下個禮拜 我考試 還可以回來 可以回來 那麼單純 那麼單純 那個時候 騎了一個吉普車 吉普車在外面 憲兵 穿那個 滾浴的 開車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 從二樓 我的同學很多人看到 周賢隆 有問題 被坐 怎麼知道 那個時候才知道 才知道 我有那個吉普車在座 所以後來他們就討論 疑問分分 所以後來他們跟我講說 然後後來那個老虎正在哭 叫我下去的 那個叫他做老虎 很嚴格的 他在哭 掉眼淚 2號 這是民國39年了 1950年 這個50年代的白色恐怖 是這麼來的 39年 12月2號 早上 幾個同學 是負責知識吧 還有兩個還是三個 我去已經在憲兵隊了 反正他們在七個半 我跟他們印象很深 尾味 我們當然不是在一起 我走到那邊過 那個柵欄 他們在擦地板 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男女同學 很少來往 沒有 後來就從憲兵隊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應該當天吧 就到台北 那個憲兵第四團 應該我 路外有差 應該是在總統府 現在總統府 還有手臂 現在還有軍隊的那些 還有我軍隊 我很想去問 那個地方 我記得是那個地方 我們進去已經 啊對 進去已經那個 鄭西平 張燦生 雜佛無空的座位 雜佛的 幾年都在 都睡座位 鋼鋼 那個地板 這種地板 這是雞丁才 不知道雞丁才去 我家裡有送那個 罐頭來 我罐頭 當然那個時候 沒有一開關 你沒辦法 有人 反而說 那個 外賓說 拜託你會 你先幫我 罐頭給我開 他站在門口 那個 穿 你自己開 這個我記得 這個事情 印象很深刻 那個刀 那個刺刀給你 開罐頭 怎麼可能 現在怎麼可能 這沒機會叫我 叫我 那個外賓 沒機會記大過 甚至於被關起來 怎麼可能 把那個 他的槍 免電 我還有一支 大副機的槍刀 撩好我 我都說 自己割 割罐頭 並不是馬上送東西 因為是幾天後 因為我們在地勢團 待了幾天 一兩個禮拜 那邊有 開始有問 在那邊審訊 有啊 主要就是問 我看 独點就是 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 應該是這個 你有參加這個 外賓組織嗎 還有一些 當然 看一些左親書籍 這些 難免 會問 最後就是那個 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 有嗎 有沒有參加 對啊 有承認 應該日記寫的吧 應該也寫的 因為那去訪問很多人 那個南寮也 有一個王姓王的 我有一個同學 他家在南寮 比如說 我記得要再接一支 大家在那裡最小的 當作一個 課外活動 這個後來就變成一個 農村訪問 專訪 那種罪行之一 說不定去宣傳什麼 比如說 我這不知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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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鍋來 去 到年 去 那個 說不定 老書有寫也不一定 老書有這樣寫也不一定 我想去瞭解農村 我甚至 我作為為以後 我什麼 我什麼 我這不曉得 所以 現在講一下 像孫 就像簽名 壓這個指印 我只會這樣 壓指印 所以我沒有說過那個 寫沒有 完全沒有 他说你老师都写在日记上 意思是我认为你们是没有认识的 我没有说我这个应该是 所以我们这个说起来很条顶 那个对不起先生 能不能把那个老师写我有关的这个日记 给我看一下 我不相信怎么会有 比如说如果能够说到这样说 我会看日记 没有啊 他说我就比生灵 应该那个时候你日记要怎么教我看看 应该是这样才对 看他进去按一下 所以我们那些口供 几乎都是在第四段 你差不多重案 那个第一阶段 差不多 差不多你这个老师要按一按 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定案了 我的感觉 这最基本的那一次问 审讯我们来问 审讯之后 他让人关门到青楼棠楼 滚发处看守所 我在在棱那儿 我应该是十六盆 我几盆就不及了 他夾柄盆 不知道怎么看 我怎么有学生 他在那么高兴 他在那里挑起来 拥门 他刚刚去逝一回去的那种 刚才逝一回来 他就這樣哭哭哭哭哭 因為我剛睡在旁邊 跟父母睡在旁邊 天后來來 我穿上手給你看 我叫他們形形 兩隻手就剪了那個指甲 指甲 我這個血淋淋 我記得有這麼一個印象 被嚴骨到 當然就是他不肯承認 還有誰參加 或者他進一步要什麼什麼 他都不肯講 所以就行刀就要用指甲 拔指甲 十隻手 是 十隻手 這樣 流賽會 當局講這個案件是 社會主義青年台東民安 雷豬雄 保衛娘兩個人比慶善 另外比撞行十年的五四的人 七年的兩個人 五年的兩個人 甘分的一個人 小興隆比撞行七年 其中 雷豬雄 保衛娘 保衛娘 小興隆 第四位 都是雷主上的學生 保衛娘 學行幾天 還要讓東京另外一 再分新興 拔難案慶善 孟德英 幾年前奉生了 現在只剩下 酒憲龍和豬師禮 李老師 他在廣東省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共產黨 是不是這個訊息 政府方面有知道 這個我就不曉得 因為政府方面 他會不會承認說 李子松從大陸過來 現在在新竹市立中學 做國文老師 在初中一年 二年擔任導師 以前在廣東省是參加過共產黨 因為思想所以才離開共產黨 然後到台灣來 這個我不敢確認 政府也沒有這個資訊 但是問題是 他真的到台灣來以後 對我們上課 就是講一些 真的開始的時候就是講一些國際實施的 他不只是教科書 還有那個對學生的思想教育 像我就是記得很清楚 他來當我們的國文老師以後 就借給我一本 叫做《矛盾學的手》的故事 從那一本書開始 我的思想可能是被受到影響 左慶的思想 所以他心中書記是不是跟那個賣的書很多 就是左慶的 這個真的我不曉得他的這個來龍群 就是跟那個富偉亮就這樣聯合 連結起來 所以後來富偉亮也是變成社會主義青年大動物 一個一份子 所以變成我們的同案這樣 所以後來進去才知道 原來這個富偉亮我的親戚 我的姨婆的大兒子 這個大兒子 怎麼樣我們變成同案這樣 所以進去才知道這樣 現在才看這個更知道說 你看他幾乎每天去 未來去看那個廣播紀錄 今天才知道 以前只知道他跟那個富偉亮之間 是在心中數據的關係 還不知道這個組織 真的那個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 也許他也沒有公開講 富偉亮 而且他應該有預感 就是被起訴二條一項 就是99.9%要槍斃 走到五六點嘛 要來救 救就出去 大家就接起來了 就知道我一定是一去不回了 大家都有知道這種時間來叫的 絕對不是去正式上法庭去判決之類的 一定是叫出去槍斃 我還記得大家睡了什麼 開始唱的安西巴斯男的同志 我的老師應該是同一點 但是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不知道我也沒看到我的老師 沒有看到我老師最後一面內 安西巴斯男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走兩座路 倒引我們向前走 兩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這個歌詞不曉得對不對 我這樣憑激 這是冬天有淒涼的 這是春天的搖籃 我記得最後一句是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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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從軍法處判決以後 再來軍人監獄 判判決定以後才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來這個地方 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就是治監 外界的治監 治監後來好像查一些資料 好像什麼要值得反省 那種 它有分 什麼信件是什麼 信件什麼意見是什麼 治監特別是什麼 那個思想值得反省的地方 專門關這種人 叫做治監 我記得是這樣 十六房 外界十六房 這個外界 好像軍人監獄 好像印象中 我的大舅來看過我 大舅 我的媽媽他們不敢讓他來 因為他怕太傷心 我的大舅曾經到軍人監獄 來看過我 發生過 我被選做市長的時候 發生過 有一個在裡面 經常打那個小報告 等一下 你看這個聲音 就在打的時候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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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所以那個看守 馬上跑過來 大家看守跑過來 大家坐在原來的地方 裝作美食 我當然第一個被 那個市長被叫出去 那個周全龍 剛剛在裡面 打人的是誰 你講出來 我不知道 就這樣 就這樣回答之後 馬上就被盯上那個腳料 那個腳料非常重 我這個印象 這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走路 腳不能抬起來 一定要拖著走 然後睡覺的時候 要翻身 那整個很重 我看到 幾十公斤我不知道 就這樣被盯上腳料 我這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不願意提供 從剛剛那個打人 那個打小報告的 用那個毯子 我記得很清楚 用毯子把它蒙起來 從頭部把它蒙起來 然後整個爬就對了 說那個爬的人 你跟我說出來 我跟他沒說 我們就要一個月 定義上腳料一個月 這個讓我在印象很深刻 就是這件事情 他叫五年 三月 他被阿甲到歷道新興奮鬥處 在那兒 他被蒙地幹事 當作是瘟口 做了甘粉的粉絲 我的這一張 這個照片是我的 這個是 從那個上面的那個號碼 217 我記得很清楚 是在台北的那個 軍人監獄裡面的那個 他們叫做球號號碼 那個時候是不叫名字 他們用217來代表我周賢隆 所以可能 這應該是在台北監獄 那個時候應該是 19、20歲那個時候 20歲那個時候 那要來的時候 並沒有說你要到火燒島 什麼地方沒有 我記得是坐火車 那麼坐火車正好 過那個新竹火車站的時候 我是新竹人 在火車站正好有一個等車的 是我爸爸的同事 就是那個 在新竹房子公司的那個同事 我就跟他講 我是要被送到外島 就這樣講了這句話 就這樣 所以回去以後 他可能跟我父親講這個事情 就到了這個火燒島 現在大家叫綠島 印象很深刻 就是到綠島的那個海邊的時候 往那個看板上 看到下面的那個水 那麼的綠 那麼的黑綠 所以詳細那個日本話叫黑潮 有這麼一個印象 剛剛到綠島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那麼深綠色的海水 第一個印象 可能他們是工作人員吧 把人家吃剩的飯掉下去 那個一顆一顆的白色的米飯 好清楚 一顆一顆這樣到下面去 所以表示那個海水不是透明的 是很墨綠色的那種感覺 第一個來的時候 我們被編入第十中隊 後來才改編到那個第四中隊 上午就是要上課 然後下午上山砍茅草 不覺得很辛苦 反而到上山砍茅草 可以在那邊抽菸、聊天、在山上 上午就是那個上課 當然起居就是根據那個軍隊一樣 吹那個起床的喇叭 大家起床了 然後把棉被什麼都要折好 什麼臉盆都要放好 我記得是這樣 整個上課 情況完全一樣 那個景象跟這個完全一樣 跟這個牆壁上的照片就是一樣的 所以有一次我就 因為正好那一次我坐在後面 後排 後排我就拿著這個 就是那個木頭的椅子 到海邊去偷偷跑去游泳 我記得這個事情 好像一次還是兩次 海水一剛離開海岸很深很深 下面就有那個 我們叫做炸彈魚 黑黑的很黑的 在那邊游來游去 就記得這個印象 只記得那個 海水下去不是很淺嗎 就一下去就很深 說起來很危險 也那個時候也不管這個危險不危險 反正就繼續游泳 我記得這個事情 我現在想起來是很大的膽 那個時候 也許是我印象的那個好奇吧 好奇 試試看這樣 結果讓我成功了 所以這個印象很深刻 我們兩個早上去海邊去水 他會會收 我不會生他會會收 然後在那邊的那 沸騰上面 他去 他以為我收這個 有一個島 我們來什麼來過 跟我們倆下去 沒有人請 無路跟我們暴動 那歷道就是,無論我這麼冷,水深區都是洋領水,路也高,帶地方療去洗的時候 這樣,好好的,地庫抹抹抹,下去了幾千元,政府幾千元 就這樣,光不濕了,如果有些人都會破壁 在火燒的新生序長處,非常正式地宣布說你們在這邊受訓 我們現在要推行一個運動叫做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 只要你們參加,可能對你們以後會有很多好處 當然宣傳的內容,我忘記了,意思就是鼓勵大家都參加 當然還要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 還要在這個,只要同意的話,好像手背上要簽一些字,用刺青去簽 這樣宣布以後,我們大家開始互相,當然是私下,不是公開討論 要不要參加這個運動,他講得那麼好,參加這個運動的話 以後可能對如期回家等等,考核的成績都很好 應該有這些宣傳吧,應該有 當時我們幾個有關的人員,就比較要好的朋友 大家上年的結果不要參加 就這樣,我只記得這個事情 至於那個時候官方,就是軍隊他們管我們的人 有沒有一個一個叫去問 反正大家就是不參加 好像有一個宣示的動作 我們就不參加 對,當然這件事情應該也是對於後來又被送回台灣 台灣應該有關係 等於你沒有遵守這些政府想要推動的一些活動 你不參加,應該有關係 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 對,還有那個包括那個罷工 那個時候主要的勞動的內容 應該現在那個海港應該沒有改吧 南寮,我記得是南寮的一個港口 每天都有從台灣送過來 因為他們也有軍人在這邊 那個軍隊在這邊 要給他們吃的那個糧食 包括我們的米 還有一個罐頭之類的 每天都有那個把它到那邊扛回來 從那個海港扛回來 應該是下午吧 應該是下午的工作 對 所以有一次就很 大概是很辛苦吧 應該很辛苦 所以大家受不了 受不了就是 有一天就 大家就在那個晚上 已經大概六七點 六七點就 大家路邊就坐下來了 坐下來了他就不動了 就不動就是我們很累了 不動了 那個分隊長 我們的分隊長 馬上就聯絡這邊 派人來 要勸我們說你們不能這樣子 你們要乖乖回去 要不然麻煩 但是我們還是不聽 後來就是好像有講到說 因為我們很累 這幾個人 好像只有十幾個人吧 就是這幾個人每天在扛 那其他那麼多人 比如說現在看一隊 應該將近一百個人 比如說 怎麼那麼多人都不用來 只有我們這二十個人在輪呢 這樣給他抗議 什麼都好 那麼以後就增加吧 不要讓你們每天都這樣辛苦 這樣妥協以後 好像回到這個隊上 大概晚上的這個十一 十二點左右 才回到這邊來 那個時候坦白講說 我七年判七年 七年能回去嗎 這個事情一直在心裡 在那個繞著 繞著 所以晚上有時候 出來在看那個月亮 我就覺得我敢不讓人回 我能如期回去嗎 這個事情一直在心上 有這麼一個 私鄉吧 私鄉之情吧 當然還有一些好處就是 也學了不少 在裡面跟很多 因為很多當老師的也有 還有他們有很多經驗 念的書很多 我們都會交流 學了不少 得到不少知識 所以也看了一些 在這邊看了一些什麼 新民族主義 論民族專政 還有一些毛澤東寫的書之類的 怎麼進來的 我是不曉得 那裡面有看過這些書 在裡面 在裡面看到接觸這些 已經五四年四月 就現狼 又比桑回來 今年感到獲勝 松懷的時候 還有一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把你當作一個重犯 重犯 在床上這樣 這樣 這樣子 扣 一直從床上 不定這樣 不行 所以那一段也是 第一次也是這樣 準備綁起來 綁在後面 回來之後 應該是在軍閥處 要審訊 我看到副主持 就從這個柵欄 讓我會手 我會怕這樣 我要叫自己審訊的時候 我要跟他們會手 他們比我們早一點 被送回來 當然我們不是同一個案件 不算是一個同一個案件 從那邊再給我搖手 是父女子 那就是我等於 最後一面看到我的那個同案 父女子 我的同學又是同案 後來被槍斃 以及我這年11月中 就現狼在那裡 要向我刑期 開始申請出格情的 高部修飾 今年剛好也行問 新財管警察局 請求協助隊部 不過把方的科學 是 所想想法有改正 言行表現無政客 到期的前幾天 叫我出去說 你講個裡面 有沒有反政府的言行的人 講一個就好 你的家人也有來 在替你關說 我就如期讓你12月2號出去 說我不知道 就這樣你看 就這樣很 不知道就送到小榴球 一年六個月 她求五七年十二月一日 就現狼讓我刑期 應該釋放 就是被送去小榴球圓魂 那個我被你這邊 已經延續到這裡來 那我聽說這個小榴球 以前是關那個流氓的 而且是比較重量級的流氓 不是一般流氓 我聽說過 所以作為政治犯 我們是第一批到這邊來 我記得只有六七個 我只記得無精帝 還有那個方景文 那個比較胖的方景文 後來拖那個大石頭的時候 他比較快頭大 他拖那個大石頭 方景文 無精帝 還有一個屋頂 興生訓 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隨手隨便 那個 關我們的那些軍人 可以隨便打人 而且打的那個 用那個東西 不是只有五手把 我記得那個 有一次那個屋頂 就是跟我們同隊的那個屋頂 那個 好像一個小小的事情 就打在那個扁單斷 我記得 大家看到他那個 軍人用那個扁單打他的屁股 那叫屋頂 這幾個我記得 這邊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完全叫做強制勞動 要消耗你的體力 因為你這幾年 你這個七八年 或者五年六年 關的過程 給你思想交易 比如說新生性老處 有那個上課 思想還是不改進 又不聽話 好 最後的辦法就是用體力 來消耗你的體力 看你會不會因此 稍微改進 改過 三次 上午三次 下午三次 我記得是經過一個小山坡 然後到海邊去 在那邊有著撿石頭 有著敲石頭 這樣再 扛回來 扛回來 來到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小學校 去做一個小圍牆 我只記得這些 對 我只記得 比較快頭比較大的 那個體格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景文 他比較壯 那個體格比較壯 那些人來敲 敲好像有一個鐵的 鐵的東西 然後一個 然後一個 那個什麼 鐵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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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敲 記得這個事情 敲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們以前 就是那個牛拖的 那個牛車 大的石頭 大塊的石頭 你砍不了的東西 就用那個拖牛車的 但是人 人拉 當然不是牛拉 就是要人拉 我記得是那比較大個子的人來拉那個牛車 大塊石頭這樣拉回來 我記得這個 然後對啦 印象比較深 其實我被關了八年多以後 第一次我的家人 也就是我的父親 到小琉球來看我 我這個是印象比較深的地方 因為這個已經八年多了 他看這個我是獨生子 他到校去來看我 就是印象比較深 我記得在福利社就這樣站著他們講話 我的父親 在那個小琉球那個銀房裡面的那個福利社 這樣跟我講 講了大概一點時間才回去 為什麼我回去的時候感覺 第一天回去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覺得好痛快 因為這邊洗澡從頭到尾 限制你三盆水 三個臉盆水 包括你的洗的衣服啊 洗澡啊 全身洗澡 只有三盆的臉盆水規定這樣 我記得這個事情 好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以前 直三總隊的大門 那大門呢 他現在已經拆掉了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缺口的地方 就是大概以前大門的位置 他這邊 直三總隊的營區呢 這邊的也全部都拆掉了 以前的話從大門進去 裡面有一個銅像 可能是蔣公銅像或是國父我忘了 那在右邊走過去的話 是一個司令台 那左邊這邊有幾排是他們的銀色 這樣大概的位置就是這樣 然後在山頭上面有一條路可以通到山頭 就是現在的那個焚化爐 那他那邊的情形我們不曉得 我們年紀太小了不曉得 也是說他們這一條路 可能就是前輩剛才講的 有一條小路通往 過了一個山坡 然後有一條小路通往海邊 去打石頭那一條路 這一條路其實現在 他的旁邊的一些擋土牆呢 其實就是他們以前打的石頭堆砌起來的 在修了九路一年後一百六十天 就現狼在1959年5月10日才被釋放 我回來的時候 當時我媽媽爸爸 我去載我回來的時候 我的阿哥 我的大哥 我的大哥 當時我身中 旁邊一個檔司上 用煞煉車 去那個新鐵 開車頭 跟載回去 那時候我住在這裡 我爸爸媽媽 我的大哥在周圍回來 我的沙哥 大家都在這裡 然後煮米線他們要等 大家流淚了 我回來就流淚了 對 我唯一的妹妹 對 對 我們 我爸爸媽媽只生我們兩個 對 所以他很辛苦 就這一點 謝謝你 小燕 怎麼這樣講呢 謝謝 真的 你知道我這個機會就表達各位 OK OK 這好了 好 讓你進去休閒 好 好 好 他來到處理 他繼續收入警察的檢視 後來他去他的股東 淫山中創立的 神中香吉 他才找到一個安定的工作 開始回來的時候 找不到工作 真的到處找不到工作 後來就是我的那個 這個 新中環這公司的 董事長 那時候我爸爸在這邊 總務客 也在這邊服務 就涉華 大家去 去 請那個我們的董事長 說我的兒子 回來 大家不敢請他 能不能找一個工作給他 OK 這樣子我的那個大故障 所以是等於我的第一個貴人 那我進來 就在那個倉庫 資財部的倉庫做事情 做一段以後 就是那個新中環子 要跟日本的那個山林 要合作 所謂合作就是包括合資 資本合作 那個時候就有需要一些人才 那我在那個時候在新中環子做資財部的 那他們認為我覺得好像有一些 日文方面 好像有一些才能吧 就把我要調上來 但是要調上來的時候有一個故事 因為我剛結婚幾個月 那 新竹的那個同事說 可能嗎 你剛新婚了 要離鄉背井嗎 到台北 那個時候在到台北 我跟你講每個禮拜 禮拜天的 禮拜一做公路局 那個時候交通沒有像些什麼高鐵 沒有 一定要靠公路局 而且要排隊買票 禮拜六 那個時候禮拜六也要上班 禮拜六下午 下班以後才回新竹 這樣來回 那時候我媽媽是百分之百反對 說你不要離開 因為我被關了八年半 但是我的父親贊成 那個父親也太先來了 父親說 你應該到台北去 才有一些機會可以發展的餘地 這樣子 所以我就到台北來了 剛開始是新竹 後來變成台林 因為跟山林合作成功了 就台林房子公司 台灣的山林這個意思 那這邊只是一個辦公室 他救六五年 因為應定立文翻譯 他轉到香港消息公審的 台灣辦事處服務 我的太太的好朋友 的先生 他知道我對這個翻譯日文 有一點興趣 有一次他看到那個 邵氏公司 新聞登廣告 說要招募日文翻譯人才 這樣我看到這個 去參加考試 好像在附近一個學校 考試考上 就這樣 考上就要到 後來考上要面試的時候 說你這個周先生 你這個要到香港去工作 啊 香港就 我就沒有辦法去香港工作 因為我母親有病 所以就知道 我說台灣的話可以 那就沒有辦法 就帶了 好 經過好幾個月 打電話給我 那台灣你可以來嗎 才這樣 才到這邊來 就這個地方 將近一倍吧 比那個信眾房子的那個 大於一倍 這邊的 那個來考的不止一個 好像有十幾個人 結果考上我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一個奈友 他是台南人 叫做戴正閣 我跟他後來很好的朋友 姓戴 我們兩個考上了 兩個都考上 他到香港去了 他可以去 我沒有去 就這樣 每天 一定要寫 寫信給那個邵義夫總裁 跟那個新加坡邵仁美 他也是負責人 邵氏公司的 總裁的邵義夫 跟他報告那個 台灣全台灣的 邵氏公司 電影公司的那個票房 就幾乎每天要這樣 第二個 要有時候從香港 有那個導演 演員 要來 這個 或者這邊要考試 採取那個新的演員的時候 要幫忙 我來幫忙做這些事情 對 包括那個演員導演 來的那個工作 還有那個 考試的那個 安排這些工作 我來 我在做這些事情 對 當然不是我出題目 我來安排這些事情 越洋 我記得越洋 考試是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的時候 考進來的 越洋 對 他在上司的時候 他都寫稿耶 我又幫他騰稿 沒有說在新竹 他都用寄的 用現實性寄 我寫好又寄過來 因為他沒有時間嘛 所以要比較草稿的寫 草稿的翻 然後讓我再重新騰好一點 再寄給公司 寫在那個正式的稿子上面 再寄給我 我就這樣 往返這樣 我在那個寄到香港 Sauce公司去 對 那個是劇本 劇本 你寫劇翻翻譯 對那個日本人寫的劇本 我把它翻成中文 我那個待遇還不錯 好像一篇 比如說那個 待遇一本是 劇本大概一千塊吧 56年 英國56年的時候 我們49年結婚嘛 56年才上來 搬上來 煎荷包蛋 給小孩子 我一個都要切成兩半 這麼可憐那個時候 你這個 對 還有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孩子他們念書 制服都是這樣 舊的大的傳給 就一直傳下來 小孩子都會抱怨 媽媽我們都在學校 大家都穿新衣服 我們都穿舊的衣服 二手貨 因為精通日本 1970年 11月51天 就現隆的勞動師 用主導來找 說是要跟日本人合作 導主名辦公司 要請他到底 導致這行價位 當時我在邵氏公司 待遇也不錯 工作也坦白講 坦白講到後來 只是一個上午我就OK了 我只是主要是跟那個邵氏夫 那個總裁啊 每天聯絡那個台灣的 整個台灣的邵氏公司的 電影票房 我媽媽這個工作呢 好像做了也沒有什麼 那個成就感沒有了 就是好像馬上就 就沒什麼事情可以做了 也是有時候那個導演 演員來了 辦他們的出國手續 入境手續了 我是這樣下去 這樣對嗎 正好在猶豫的時候 有一天 有一天 真的有一天 就是我們的那個董事長 就這邊的創辦人 說欸賢隆啊 那個有一個日本人 在介紹說台灣 目前所有的民版 百分之百 從日本進口 怎麼樣 他們有一個朋友說 你在台灣自己 設一個民版工廠 怎麼樣 來做這些 很多當時台中加工區 高雄加工區 很多那個日本廠商 那個民版很多生意 就這樣 來邀他做 他說決定要做 他就問我要不要過來一起 那個時候真的 我就沒有當場答應 我說好 讓我考慮一下 考慮是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民版 這兩個字聽都沒有聽過 所以讓我考慮一下 而且我現在工作還可以 OK 我就跑到那個 衡陽路的台北火車站前面 所有的書店 去看那個民版兩個字 字典上也沒有 因為它是日文 OK 後來我想 還是決定來 為什麼 因為我 董事長 我在跟他那個心中房子 台庭房子的時候 好像很談得來 我認為這個人不錯 而且現在來要談的是日本人 要跟日本人技術合作 我看這個前途還可以吧 所以我那個時候真的有點賭 就是賭那個王子濤董事長 名版兩個字 它的原文是Name Plate 就是Name就是名字 Plate是一個版 就是在版上面 一個比如說 Hitachi啦 Sony啦 接著就是那個收音機上面的什麼 93.3是中廣 94.0是那個警察電台 那些從那邊開始的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商標 或者一個標示板 從這邊開始 現在我完全兩回事 現在那個只是一個基礎而已 但是後來你剛發展到 各位看到那個 線路啦 像UU卡啦 什麼雷射的那個信用卡啦 IC JIP 啦 都有啦 隊友人員 第一個 我完全沒有經驗 我坐牢八年 八年半 學歷 高中二年上學期 沒有經歷 沒有學歷 什麼都沒有 只是後來是那個 紡織公司啦 那個電影哨事公司 那些都有限 但是這個名版公司 這個技術我也不懂 你看 名版兩個字 或者不知道 我都不懂 所以我真的很沒有自信 所以我還是說 後來還是 我慢慢的 慢慢的克服 那一段真的 我什麼堅硬都沒有 但是靠自我學習 充實 由現隆轉身轉歷 到臺台灣名版的英文 正後三十五年 他經歷 成家營業部的主管 總部副主管 也入國關係企業的導資 最好做了 副當署長 二千公五年十二月 七十二月才正式退休 退休 退休後的舊現隆 行李轉身 火惡露的兩頭 也出版了青春黑鴨 和煮煉 四十年的王子 比歲我重溫的世界 重新鮮明起來 但是 他始終想不到 老師李主雄 在日記裡面究竟是寫什麼 為什麼相關的董客 龍秀的堪憐 我一直認為 我們這個案 這個會 那個被 只有短短的時間 那個只會寫到 那個 我的同學同案 父子字 去開刀 還有 黃朱鷹的事情 都是我的 我的同案同學 還有他去看 信聰書就對 所以這個日記肯定是100%是我的老書寫的 但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叫白尾 這個另外一個筆名叫白尾日記 因為他李子松之外 他的筆名叫陸樹 大陸的陸 還有樹是那個樹 圓樹的樹 如果這十幾頁 剛剛那個林小姐講的十幾頁 也沒有這個內容 那我真的想去看其他 更早的時間 那個有沒有寫到我們的事情 我們的事情 我很想知道這個 這對我來講是 人生的一個很好奇吧 我這一方面 因為我改變了我的人生 如果是從這個日記的幾句話來的 我曾經在字傳寫過 如果是從日記寫在那時候 我說老師 你不應該把這個事情寫在日記 只有這樣 我沒有恨 只是說這樣遺憾 這樣子 就這樣而已 這段被風雲的青春被重新開替 第一段林康吵三十百 也不可放棄一個人的恐怖歲月中 李祖雄和學生的交友單位 都被他們當作是溫暖的罪情 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後悔 再講一遺憾我的父母親為此 那麼的傷心 他們的生命都受到影響 這個唯一的遺憾就是這一點 其實我很以我爸爸為榮 我覺得滿驕傲的 因為我爸爸從小就不會讓我們有感覺說 有這種陰影 因為他從來不跟我們談這個事情說 就像我講的 我只是心中怪怪的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說 因為我爸爸好像過得還是很健康 很開朗的人生 譬如說我們從小 其實我爸爸小時候是我爸爸 每個禮拜會帶我們出去玩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 我們絲毫感覺不到說 有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 然後所以說 我沒有愁苦的感覺 在我爸爸身上沒有看到他一個受難者的 那種愁苦的 悲哀的那種任何的跡象 反而我覺得 要不是有那八年半 我是判了七年 要不是有那八年半的這個歷練 也許今天我不是這樣子 當作我的一個座右銘吧 真的我到處 包括我退休的時候 第一次把我過去 跟那個幾百個那個 給我在送 翻送那個退休的那個晚宴 我第一次把我的這個過去講出來 應該很多人嚇了一跳 當然也有幾個比較親近的 他知道 那大家都嚇了一跳 那個時候 最後我會是講那一句話 不要怕苦 你要克服你的任何困難 以後 你那個收穫是正比例 你受的苦越多 時間越長 你那個享受的時間 還有那個質跟量會越多 我把這一句話就公開講出來 我來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